艺人海伦青桃近日上节目 五十四新观点 录影过程忽然大暴走 与名嘴许盛梅失控护腔 海伦青桃应节目之邀 谈捷运上玉色狼一事 没想到被许盛梅质疑 反应不合理 他当场便连怒腔 为了上节目 你毁掉我了 许盛梅文言 不甘示弱回腔 为了赚钱 你毁了自己 你自己说谎 却从来没跟大家道歉过 场面相当尴尬 海伦青桃不想让许盛梅说话 他批评 我为什么要让他说话 他说的都不是事实 还加油添醋 没有道德 许盛梅则针锋相对 一点都不相让 明明自己的妈妈还活着 却可以哭诉家人都死光光 台湾人并没有不尊重你 是你不尊重台湾人 因为你觉得台湾人太好骗 他还强调 真正没资格在台湾的 是满口谎言的海伦青桃 字句不留情面 相当直接 要许盛梅 个几 23 的 我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